台湾股市每月领袭ETF投资2024上半年简报 台湾股市指数在2024年初至6月底上涨了不少 并且有许多ETF价格在这段时间内都上涨了超过10% 甚至有些超过40% 今年股市的上涨和资金的涌入 让台湾股市中资产规模超过千亿台币的ETF 已经有15档 包括七档投资台湾股市、八档投资美国债券市场 投资台湾股市的ETF之中 刚满21岁的0050元大台湾50市值已经超过4000亿 最近0056与00878也超过3000亿 00929与00919则超过2000亿 00940与006208超过1000亿 此外,近年来各种不同投资主题的高股息ETF不断上市 让每月领席成为投资人津津乐道的事情 如果您想每个月领到股息 而不被扣除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以下是一些选择 一、购买每月配息的高股息ETF 例如从00929、00934、00936、00939、00940、00943、00944、00946等八档ETF中挑选适合自己投资目标的一个或几个 其中00929去年、2023年、7月开始、00936今年4月开始、00934与00940则从7月开始除息 00939预计8月会开始除息 00943、00944、00946到年底也将陆续开始除息 二、购买每季配息的高股息ETF 比如0056、00878、00919、00713、00915、00918等受欢迎的ETF 您可以选择三个或更多不同月份配息的ETF 自行组成每月领席的ETF团队 三、将领到的股息用于弥补日常开销或再投入购买更多ETF 此外、您也可以考虑购买一些市值型ETF 如0050元大台湾50、006208富邦采集50、0092国泰台湾领袖50 或产业型ETF 如0052富邦科技、0088一国泰台湾5G加 00850元大台湾ESG永续 00692富邦公司治理 我们再看看这张图 根据美国Yahoo网站的资料 2024年初以来 台湾股市的高股息ETF大约上涨了8%到22% 但是执行0050和产业型的0052则上涨了约45%与51% 这显示在景气恢复时 高股息型ETF以外的其他类型ETF很可能有更快的增值上涨速度 最后,您可以考虑调整投资组合 使有助于每月零股息和能够让投资资金更快成长的这两类ETF的比率适合自己的需求 如果您有其他问题,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祝您健康快乐 投资顺利